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家里的样貌当然会改变 比方以这张图来说好了 在家里头这个爸爸或者妈妈的角色是暂时缺席的 当然以夫妻来说 丈夫或者妻子的角色也是暂时缺席的 而偏偏在台湾目前初步统计起来 大约就有100万这样的所谓留守家庭 这样的家庭怎么面对上一代的奉样 下一代的教养 还有包括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在今天请到了来宾 这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鸟巢 赵敏设计师袁宗南宇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天下的资深记者林佳慧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第一个故事呢 要从在台湾这个留守下来的太太来看起 她同时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 她是一个孤单在台湾留守的太太 她同时是女儿 是媳妇 是妈妈 也是员工 双重角色在台湾不止她而已 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根据官方还有民间的统计 可以看得出来差距非常大 台湾人吸进到中国大陆工作 海基会根据台商的估计大约90万人 那么另外民间估计啊 大约将近两倍了是150万人 而如果以台湾1200万的劳动人口来看的话呢 两岸之间区域行动的打拼 现在变成常态 也是在全世界 哪里有钱赚 大家必须要飞到那个地方去的工作形态 将近在台湾有一成 等于大约有120万这样子的人 那么至少有百万家庭 是这所谓的留守家庭 我们就先从他们每一年呢 这样的家庭必须要分隔两地 好久才能见一次面 离家的一方每个月 大约两个月才有机会回到台湾一次 我们先来看这个太太 她平常面对到困难 她的孤单 还有她的无助感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她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 我老公去大陆第七年了 没有想到 一天一天过去 已经第七年了 也没有想过说 我们结婚十五年将近有一半的时间 全家人 分隔在两地 我的朋友说 她老公去那边以后 怎么样怎么样 你实在不能够 让她一个人在 在中国 我 姐姐今天睡到几点 我今天很早起 我要请明天生日 终于记得 终于记得 哪有 本来就记得对不对 那你赶快唱 生日快乐 给你长相听 开始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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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时候我就 心里想的第一个失所 怎么办 谁要帮我办住院 然后 嗯 晚上谁要去接小孩回家 就是会突然觉得 很无助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人很不舒服 我感觉就是 要当妈妈 要当员工 要当媳妇 要当女儿 然后 嗯 我觉得很累很累 很累 她把她当男人 就先上海 2弱 那你等一下跟點旁邊走 那我跟她走 只是出來當個墊燈泡 手開 團團 好 再見 他們去年也是在這邊表演 是喔 去年 被唸了一年 今年一定要參加一下 去年還想到阿姨 然後阿公阿嬤都來了 然後阿姨也來了 然後之後他爸爸沒有來 只有我一個 想不到之前那個 那個畢業典禮沒參加被唸了好幾年 要記錄一下我有來喔 阿琴你要把這次有來參加喔 這樣可以嗎 你有滿意嗎 而且那你覺得你寶貝 以後多久要回來也是比較好 有嗎 那一個禮拜也不錯阿 不要回去了 我也很希望 我是在他身邊的那一個 可是沒辦法 經濟壓力 對阿 生活壓力 你要有什麼生活 就要 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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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是 動傷 嗯 這隻手指頭的關節 大概這邊 全部都是 裂的 是裂的 我覺得我看起來就很痛 可是他連藥都沒有差 我 可能不想跟他講話 那幾個月他是在那裡 這樣生活 對 剛開始一定是沒什麼業務 還是在大陸空窗期兩年 那時候最苦的時候 一個月只能花個300塊人民幣 這些不需要讓他們知道 然後就他們那時候就是 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餐 就是一碗泡麵 反正只能待在家裡 不然就吃這泡麵 一天一餐差不多 很感謝就是說 在異鄉 有人還是很照顧他 就是 讓他 至少在那邊有個地方可以住 然後 有東西可以吃 我不記得我有多說什麼 但我就是記得 我一直到現在我每年 每年的冬天 我都會積一箱衣服過去 這是我小女兒給我的 剛剛偷偷塞在我的帽子裡 阿爸你平常在大陸工作辛苦了 回來還要帶我們出去玩 記得要常回家 阿爸辛苦了 努力還是有值得的 為了要給家裡比較好的生活 所以不得不離開溫暖的家 到其他的國度去打拼 甚至跟家人是長期分離的 像家瑋你當時發想這個題目 還有在整個採訪過來之後 發現了什麼樣的台灣現象 包括很多人不只去大陸 東南亞歐美好多這樣的家庭嗎 我當初會想要做這個題目 其實是因為 我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我老公很常在大陸 然後覺得自己要開車去產檢 自己要開車面對很多狀況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不知道周遭是不是很多人 都在跟我一樣 也是面臨另一半不在身邊的日子 然後我就開始去問身邊的人 發現好多喔 就這比例比我想的高很多 然後於是我們開始想想說 大家在關心所謂經濟的同時 南岸互動 南進 好像都只有談到經濟 然後都沒有想到說 原來個人或家庭 其實都在付出它的成本 然後台灣很常就是把經濟掛帥 然後忽略了所謂家庭跟個人 我們要犧牲的一些代價 然後在這個採訪過程當中 我發現像剛剛影片中 其實是我們一個同事 他在公司能力很好 然後很能幹 他是業務主管 可是他其實有很多 他從來沒有對人家說過的 家庭個人的事情 然後也是藉由這次採訪 我才知道原來他自己平常 要負擔這麼多的辛苦 然後其實也發現 其實這樣的留守家庭 他們背後其實有很多 更需要理解的一個力量 就像其實他自己 是慢慢才理解 他老公在大陸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女生都抱怨 我們是抱憂不抱喜 老公是抱喜不抱憂 其實這樣雙方的隔閡 就會越來越大 其實有個高階的獵人頭公司 當中總紀律他就特別坦言了 他說他自己在做大陸的 中國大陸的人力派遣 但其實不太敢追蹤 接下來他們的婚姻狀態怎麼樣 那麼是不是有人離婚了 或者有其他的婚外情等等的問題 他說他會覺得自己 像一個殺人兇手 而且十年前那個年齡層 大約在45歲到55歲 現在往下降了 38歲到48歲 我們剛剛看到是從妻子的角度 其實從孩子的角度 沒有他最親愛的爸爸 或者媽媽在身邊那種心情 把六樓同學起床 各位同學早安 早吃早安 工商發達之後 然後父母親在外面打拼 所以孩子要住宿的情況 也越來越多 住宿是傳統的 還是老舊宿舍的時候 全校大家住宿的 有三百多人 那現在整個就是六年光景 我們的住宿生已經提高了一倍 我叫洪軍衛 我爸已經在湖北工作十幾年了 我叫潘凱宇 我今年十二歲 我爸爸在越南工作 已經工作十二年了 我的名字叫市民齁 我爸爸工作在北京 他已經工作六年了 我們的六號場就很想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一直哭 一直哭 現在他就沒哭 學生有安慰他 學生有安慰他 別的爸爸在跟他 就在跟他小孩丟球的時候 然後心裡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爸爸就不在台灣 然後不跟我一起丟球這樣 那是幾歲的時候 那是喔 我記得是我四歲的時候 一兩年前面也是看不懂 原來在大陸那裡學的是前一詞 那是飯題看不懂 你中文考幾分這次 不要玩這一點 不行 不行這樣 對 你們覺得爸爸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是教育我們 然後 分擔家裡的經濟狀況 幫家裡賺錢 就是家裡賺錢 為什麼要來住宿 我爸爸選擇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我要學習獨立 我媽媽叫我來住宿 因為你家太遠 因為你家太遠 你家太遠 家裡去哪裡 永和 我是因為姐姐有住宿 所以我媽就說 因為全家人一定要住宿 所以我媽就說 因為全家人一定要住宿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我不能來台灣設廠 然後他就說 這個問題你長大要知道 那你現在知道了嗎 我現在知道了 就是經濟規模太小了 而且台灣土地也不夠啊 老人家能力又平 所以 所以 就賺錢會比較好賺 想過爸爸在大陸會孤單寂寞嗎 應該會 應該會 打過來就說 什麼 我要想你們之類的 我就說 是嗎 我就這樣回他 然後 然後就說 對啊 然後結果我就跟他 隨便哈拉幾句 然後就把話筒給我買 想跟爸爸說什麼謝謝的話 爸媽謝謝你去怨難你 就開始賺錢 然後供我和企業們讀書 知道你很辛苦在那邊工作 所以非常謝謝 爸媽謝謝你在那邊工作 可以讓我們上個好學校 我媽媽是把我叫去我們家後面的陽台 然後拿出洗衣板 喝刷子 然後就叫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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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